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听今集的《自然联法与你》 我是Carmen 还有身边的袁医生 袁医生你好 是 Carmen好 大家好 对 袁医生 上两集我们一起探讨胆固醇这个问题 但其实我们在大都市里面 除了胆固醇之外 我想在街上如果你大声喊一声 谁有胆固醇、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呢 如果要站在一边的话 我想现在 这条街会立即很畅通的 是的 但是高血压 一般我们小市民就会去医院良血压 其实良血压本身是否有效呢 因为我见有些书籍里面 就是说良血压的手法是很具真义性的 是否呢 尤其是孕婦方面 先说高血压 就是很多人都担心高血压 就是认为高血压会导致中风 是不是 或者神衰竭 是 也都有人以为就跟那个心脏病有关 那其实呢 那个高血压是跟心脏病的关系反而少的 那就跟中风和神衰竭就比较多 是的 但是我听很多人一提起高血压 他们都很容易联想到心脏病的 是的 或者中风 一般人都会联想到害怕中风的 是 但是那个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到底什么叫高血压呢 到底多不多人有呢 非常之多 在美国来说四个男性 四个成人有一个有 英国来说是少一点的 但都每七个成人都会有一个有的 嗯 高血压其实就是 是被誉为我们叫做沉默的杀手 那主要原因呢 就是大部分高血压呢 是没有什么表面的症状的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到有高血压呢 前座高血压呢 都不知道的 但是今时今日呢 就很少的了 因为你一去医生那里呢 你成年人呢 他都例行都会帮你量一下你的血压的 那所以现在反而呢 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去医生那里呢 就被医生诊断为高血压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那个血压呢 就未必是真的高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呢 就是高血压虽然那么普遍啦 那么普及啦 那但真正的成因呢 其实百分之九十呢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我们叫做不明来因的 叫做Idiopathic Hypertension 就是根本都不知道的真正成因的 那那还有十个percent呢 就大家知道啦 就有些被人叫腎病啦 那有一种病叫Philchromocytose 那一种这种症呢 那他有一种叫恶性的高血压啦 那也都有一些是遗传性的 那好了 那我曾经说呢 其实高血压呢 很多时候呢 都是被人误诊的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 所谓的高血压呢 其实都是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来的 那量血压已经很普遍的了 为什么会误诊呢 是呀 反而我们就是 虽然一个量血压 是一个很普遍的的的的的的事件啦 是呀 是呀 就是医生医生呢 他们都是例行呢 都会帮你量一下 就去中医也好啦 那很多中医都例行呢 都是帮你做 那就是原因就是 我曾经所说啦 那高血压呢 被被誉为 我们叫做沉默的杀手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很紧张的 如果有高血压呢 他都怕着呢 就哇 会中风的哦 会神衰竭的哦 那你就通常呢 他都会急急在这里去做一些东西的 那好了 那大问题呢 就是什么叫做高血压呢 那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那个 那个扩张压呢 叫diastolic呢 是高于95度啦 嗯 那通常呢 就都 都是当你是高血压的 是 那大家都有经历过啦 譬如梁高血压呢 通常呢 医生就会带一个 一个手臂那里 就像一个手箍那样 对 一个手箍 有粘贴 那接着崩一些气啦 崩到它胀了之后啦 那他就拿个听筒呢 就在你那个手腕的 的大植物那里呢 就来到听的 那他听什么呢 他首先呢 就将个血压呢 是崩崩崩崩崩 崩到很高 那就令到你血呢 就是停顿 就是不流通的 那接着慢慢慢慢放 那其实放的技术 都要要很小心 就是不要看得太快的 要慢慢地放 那一般来说呢 很多医生呢 都是会快的 他一听到之后 才收慢它 那其实正确来说呢 小心一点做呢 就应该是慢慢地慢慢地放的 那好了 那你先收紧了之后呢 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是 那慢慢地慢慢地放 当你第一次听到有声音 就是血液流通的声音 我们就叫做那个收缩压 就是historics 就是上压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那慢慢地放 一路放放放放放 那你就听到脈搏的跳动声音 是吧 那到后来你突然间就声音 就是慢慢地没了声音 是 那我们就叫做书章压 就是下压 所谓下压 那我通常呢 就用那个水银的高度 用水银的毫米 mm来量度 那一般来说呢 就说120上压 或者收缩压 压120的毫米 水银柱毫米 那就上压 那下压呢 就80的 那我可以写你叫120 然后over 80 一般来说 那一般的现在暂时的说法呢 就算你是120加减10 就是130到110上压 而下压呢 90到70 就是80加减10 都视为正常的 那最重要呢 我们一天里面呢 我们那个血压呢 是会有高低的波动 波幅呢 是差不多可以有成30个毫米的水银 那么大 那当然呢 就是我们运动啦 是不是 如果有点压力啦 或者我们睡觉啊 放松身体呢 那那个血压呢 是会有很大的改变的 那但还有一个呢 是就是导致高血压的呢 就是我们叫白袍的高血压 就是当patient见到医生 那医生说要帮他量血压呢 那他自然就飙高了 那这种情况我也见过 就是间中有些病人呢 他自己知道的 其实我的血压平时不高的 但我一给你一粮呢 给任何医生一粮呢 他就会不受控制地高的 那包括我有个病人呢 他本身是个护士来的 但是他自己都是很紧张的人来的 那么他每次我量他呢 他都是高的 那结果呢 我就叫自己的家的量了 就是不要用我的量了 就是我的量呢 可能娘的量是比较高的 好了 那么 我们也都知道了 随着我们那个年龄增长啦 那么我们的血压 慢慢地会高的 那么 那 如果你是 五十岁 五十五岁以上啦 那如果你的血压是一百四十到九十呢 我也都当他是一种正常的高血压来的 如果你是五十岁以上呢 那么有些专家 就是美国的健康研究 那个团体里面呢 就曾经也都有一些专家认为呢 就算你那个上压呢 是高到一百八十的毫米 而限压呢 是高过一百一十的毫米呢 那才要高到要去接受治疗的 哇 差很远哦 很多中度的高血压呢 或者少少高血压呢 很多专家都认为呢 是不需要去接受 就是任何的 就是 药物的治疗啦 所谓的 就是强硬要去禁止它啦 那当然你可以做很多 就是 就是 自然的方法啦 饮食啊 运动啊 放松啊 这些这样的方法呢 是处理那个 那个血压 那么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何位高何位低呢 其实呢 就是很多争议的 但是很多人呢 现在很多时候 我发现一些病人呢 就是高少少这样的样子 140、150到90呢 他都开始就就吃药 那这个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发现呢 很多这种的 所谓中度的高血压呢 你吃药呢 其实呢 效果一般的而已 那也都 它的危险性又不是那么高 那所以不注意就要用 就是用药物去搞它啦 那因为药物的负障很严重 那我待会就会和家呢 就是详细一点 分享一下 就是这些药物有些什么药物呢 是通常用来高血压呢 那还有呢 它是有些什么的后遗症呢 那好了 那么那么多年来呢 我也接触过不少的资料啦 那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如果你年纪大呢 小小的高血压呢 是不需要硬硬去压它 因为你硬硬去压它呢 你血压就去不了脑了 就是你为何你会血压高呢 年纪大一点 就是你的血管开始有少少阻滞啦 那但是你脑袋真的需要血液的供应的嘛 是不是很重要的嘛 那所以你唯有呢 就身体呢 就加强那个崩血的那个压力啦 那避免你那个脑袋呢 血液循环减低啦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硬硬将血压减低呢 其实呢 会导致脑血不足而导致脑部退化的 那所以很多老人家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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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 那也都有一种说法呢 又近年也都听到一些说法呢 他说呢 你血压呢 其实我现在说是120 over 80 其实都是不是那么好的 啊 其实呢 应该要更低才是好的 啊 那我 意思就是说呢 最好就去到110 over 70 这样那我自己我记忆之中呢 我爸爸的血压呢 是都差不多成九十几百岁 都是低的 都是偏120以下的 那我妈妈就稍微高一点 这样的 好了 那么 听话呢 呃 什么叫 什么叫血压高 什么血压低呢 其实呢 都很多争议性啦 那和呢 量血压的手法呢 都会会会影响到 那其中一个研究呢 就是在在在在英国一间 一间一间 一间综合医院里面呢 就做过一个研究了 他发现呢 他说呢 就算你用两只手臂用左用右呢 都有分别的 哈 就是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病人呢 是左臂右臂量起来 是大家不同的 那而相差呢 有时差不多八的毫米的水银柱的 啊 曾经有有有有有一个 有一个 case是二十的 二十的的毫米 那就是想想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量呢 啊 只要仔细一些呢 会两只都量一量啦 那但是我自己一般呢 都是啊 如果我只量一只呢 我就会量在左边 就是按心臟那边的 啊 那我就作为一个标准了 就是不要一间量左一间量右啦 因为两只之间呢 都会有 就是会有些 有些差距的 是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自己买的 在家里呢 就是买些电子这个 是 那我记得是 曾经在一些消费者 的那些报告看过 本身其实有很多那些 第五个了 都不准确是几大 真的真正正最准确iment 其实用水银柱 就是传统那些 最传统是最准确的 但有时医生用的那些 有些特别的血压那种 不是用电子 都是足够的 但最好用水银柱 还有血压方面 这个比较技术性 一般人可能都不会太过留意 什么叫上压 第一个声音 第二个声音第三个声音 下压有时有些争议 下压是 听到声音变 第一次变 就视为下压 或是当它完全停顿 才叫下压 我试过三个都录 你先用第一次收缩 开始有蜜薄声音 第二个就当它开始变质 声音质量 变一变 改变 那我就代为第二个下压 然后最后就连 没有声音 通常第二和第三之间 是差很少的 我亦都遇过一些病人 第二和第三是差很多的 那什么意思呢 有些不同的说法 但是呢 在我们的治疗方面呢 我们都不会说计较 就是它这两方面 比如左右鼻 其实是可能血管方面 有些差异的 就是这样 好了 那我说一般坊间下 我们有机会买到这些血压计 用电子呢 其实准确文都不准确 甚至乎呢 在一般医生 比如在所用的工具 在伦敦医学院 那个热带医学的医学院 那曾经呢 就调查了三百个 就是普通科 就是普通那些医生 不是专科医生 那他们呢 就发现呢 他们呢 就很多呢 就用一些仪器呢 其实呢 就不合那个 就是英国 高血压学会的标准的 那他说呢 有的时候呢 他发现呢 他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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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的那个 那个 长度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短过他要求的 他说 13 11个厘米 太过短的 那如果你那个 人的手臂大 而你用那个 那个 那个 手臂 不够长 是 不够长 太小呢 其实呢 就会令你血压 就是 升高了 就是量高 过你正常的 是 那 那他们在这个 调查里面呢 就是三百个 GP 就是 那个查询 问他们呢 是只有 80% 就是明白 这个道理 就是你的脂肪呢 是要有正常的 好了 那我们怎样才为之正常呢 因为我和 莎莎刚才说了 不同的时间量呢 其实会有不同的 嗯 你早上起床啊 或者你走到气喘喘 进了诊所那里呢 那就马上起床啊 那就马上起床了 那也会高的 嗯 那 所以正确的 有些做法呢 就连续帮你量呢 就量它 24小时的 就是它就帮你 包在这里了 那它始终有个 有个封的 到时多后呢 它就会封封封封 就是多数电子的了 是 它封封之后 它就帮你量一量 那有些呢 就用24小时的 就是这样的 好了 那 那 这种的监察 我们叫做 Ambulatory Monitoring 就是说呢 就是在一个 正常行动之下的监察呢 那拿回来的资料呢 其实 何位高何位低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共识的 那好吧 那 那什么叫做是真正高呢 那 那其实这个 是可以某个程度上呢 给多些 资料 资料 那 那 但是 也都发现呢 用这种方法去量那个 断定的高血压呢 他们结果呢 是需要吃药呢 是比较少 一般那种的 就是一般的 就是那个 即是 即时去去去去去量 那些这样的 那 也都有一些认为呢 就应该呢 在不同的时间量 那 就在诊所也好 我都有时候 有时候 病人早上来 有时候下午来 也有些病人呢 如果是有这个问题 很久的 那我都教他们 是买一个 买一个 血压计 那 当时他们能够自己 能够买的 多大都是电子的了 那 有时候我就会叫他 拿他的血压计呢 就拿回来 我就和他 就是大家比较一下 用我那个 和他量那个 那如果发现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OK 那如果发现是偏低的 那偏低几度 都没所谓的 这个偏低 譬如5度 那你便 每次加回5度 那 那 袁医生 刚才你提过 其实90%的高血压 都是成因不明的 那 但是其实呢 以我所知 是不是很多 现在坊间的西药 其实都会引致到高血压 这件事呢 是的 其实很多那些药物 很多西药 其实它本身呢 都是会导致高血压的 那 其中一种 其实有几种 其中一种 有叫 Cyclosporin Cyclosporin 这种药 通常是用来抑压免疫的 那什么情况 哪些人用呢 有些人做多些transplant 就是那些器官移植 肥气心脏移植 那他扔了一个外来的器官 人也好 猪也好 心脏 那人一定会排斥 排斥 所以这些 接受了这些器官移植的人 其实是很惨的 他要不断吃一些抑压 排斥药 那就是抑压自己免疫的药 那其中一种叫 Cyclosporin 那 也有些人呢 因为 那个换腎 对不对 那都比较 挺常见的 那换了腎之后呢 他们通常呢 就是都会有 出现那个 那个 那个 高血压这个问题的 那 好了 那和这一种 Cyclosporin 这种西药 导致的呢 通常呢 是和我们那个 纳的 的 储藏有关 的 也都是和我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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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神经系统 那个 膠感神经的有关 你知道吧 我们膠感神经 啊 和我们那个 那个 鸩 是 都都发现呢 是很多时候呢 就会 会就是会 刺激我们 那个 膠感神经 的 那么 膠感神经呢 也是控制我们的血压 就是加强我们的血压 是 好了 那么他发现呢 那些病人呢 如果是在服食着这个 这个 这个药 那这个药呢 原来很多人呢 是牛皮鲜 都用的 其实很陰功的 就是牛皮鲜 就是牛皮鲜 不是这么伤内藏的 是吧 是 只不过外表不好看 是 但是有些人呢 因为要对付牛皮鲜 那他就吃这种 Cyclosporin 那如果发现呢 他吃这些 这样的 超过三年的时候呢 就算是剂量少或者低都好 那都会呢 会呢 会会 就是会出现那个 高血压 那个 那个 效胃症 那 也都有一些 有个研究呢 发现呢 有时候吃这种 Cyclosporin 这种呢 短短几个礼拜呢 就已经出现高血压 那就是 不是一定要 就是长时间复兴 才会有的 好了 那么有一种药呢 是很容易会 导致高血压呢 就是女性用那些 口服的鼻孕药 哦 那同有一些是 胰岛素 那有些人呢 就是 因为 铜尿问题 那要打胰岛素 那 而这个呢 就是 就是 都会导致 那个 那个 高血压的 那还有些呢 就是那个 铝固醇 尤其是对男性呢 长期用那些 铝固醇 或者有些叫做 非铝固醇的消炎药 通常我们治疗的那些 关节炎呢 它也是 老人 长者里面呢 是很容易引发高血压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些关节炎 是很普遍的 一般来说是长者 那一般长者呢 遇到这些关节炎呢 他第一时间呢 就吃药呢 通常吃什么药呢 就吃那些 非铝固醇的消炎药了 那结果呢 就换上呢 就是那个换上呢 高血压 就是高血压 那其实也不要说换上啦 其实 这个药呢 都不是说真的可以 医好的关节炎的 那就是压迹它而已 那压迹了一种的病呢 接着呢 就引发了另外一种病 那接着呢 就用另外的药呢 就是这个 按那个高血压 那接着呢 按高血压的药呢 也有很多副作用 那我稍后就会和大家 详细一些分享的了 好了 那也有些人呢 就因为 经方那些症状 那叫panic disorder 那他吃一些抗抑屈药的 有一种叫做三环的抗抑屈药 叫做tricyclic antidepressant 那这种人呢 因为那些 吃着这些抗抑屈药呢 那副作用呢 也都是会引发高血压的 那还有一种药呢 那有一种药呢 有些人呢 就因为那个厌食症 那些药呢 那这种药呢 那是狂食症呢 那狂食症呢 那它也有种 有种药物呢 去控制 那这叫做decepramine 那这一种药呢 那这种药呢 都会导致那个血压会增加的 那就是因为呢 你吃一种的 控制那个狂食病 这种的病 好了 那这种比较上 是 雕传一点 那但是 那种的 有很多人就因为鼻敏感或者伤风 会吃一些通鼻的药 甚至是咳药水 原来这些如果是剂量大 都会导致高血压这个问题 那很吵架啊 听到一只药一只药而已 但刚才袁医生你不是说 鼻孕药那里都会引起高血压 但我见现在出面的鼻孕药 已经是很安全 没有任何副作用了 很简单 无论医生怎样跟你说 怎样安全 通常他们给药给你们那些医生 他都很难告诉你 副作用的问题的真相 亦都很大机会 其实他们都不是真的好知道 在一般的医生 在学医科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学习治疗的时间很短 尤其是学药剂是很短很小时间的 大部分的药剂的知识 是将来的那些药剂的那些行街佬教他 所以你就不要觉得 他们在这方面的治疗方面 是百分百准确的 其实是学很少很少的 学营养学更加少了 对不对 在美国有一个调查 他说一百二十几间的医学院里面 有些学生根本一点都没有教 也有些是自己回去看看书 没有课上的 讲营养方面 曾几何时 这个都很几年前的资料 他说平均美国的医学院的学生 在四年里面 学习关于营养维他命的时间 平均是四个小时 那么多 所以如果你是对于这方面的资料 你想去问医生 那些维他命好不好吃 或者有些什么食疗 其实我告诉你 你是对牛谈琴的 因为他们完全都不懂的 四年花了四小时 也有一个资料 我都不记得一个资料 也有一个说法 他说在哈佛医学院 拾宅医院里面 一般的秘书 他认识的关于营养方面 更多 仅仅少过他们在那边 拾宅的哈佛医学院的拾宅医生 仅仅少了 但是如果你的秘书怀孕 他对这方面营养治疗 就高过在医院拾宅的哈佛医学院 医生拾宅的营养治疗 因为要用 对了 你能看到一般医生 其实虽然很多时候 都有一种惯常的说法 你吃什么营养素 什么东西 你都是询问你的医生才好 其实这是一个法律的保障 其实你问医生 医生不根本都是 不是太智了 不是问错人 OKOK 你明白背后的政治因素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说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说这些东西 有些人说你会很危险的 你有什么事 你应该叫别人 不要自己乱来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这种原因是导致很多人 不会学习去如何照顾自己 也不会对自己的问题负上责任 什么都依赖所谓的专家 而所谓我们所认识的一般的专家 都是用药的专家 对不对 用药的专家是只不过 医治方面用西药的方法 是最恶劣的最差的副作用最多的 对不对 那好吧 我们今集暂时谈到这里为止 我们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再谈过 哎呀 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大家好 回来第二节的治療法与你了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谈过 有没有药物会引致这个高血压 现在我就想问一问袁医生 其实我们坊间西医开的药物 是去医治我们的高血压的 其实效果是怎样的呢 还有多不多副作用的呢 那其实那个药物治疗的高血压呢 可以说是这一范畴里面呢 其实是可以带可以让大家知道呢 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 例如饮食啊 还有那个运动那方面的 好了 专与大家一些科学的科研的数据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有13个 医生里面的那些 那些诊所里面的 病人呢 是2000个病人里面 是 有13个诊所里面 收集的2000个病人的案例呢 他发现呢 只是有一半左右 仅仅高个小小一半左右 是在吃药的呢 就能够将 即是达到了 他的那个血压 即是身体健康的水平 所谓健康的达标的水平 那其实呢 在服药里面 在服药里面 只有一半 仅仅多个小小多过一半 在美国呢 另外一个研究 一个93年的研究 他说呢 我说不要说到健康的水平 120 over 80 他说呢 就算我说 少少 即是我们不要太过要求那么高 稍为将它减到 少过140 over 90 那个水平 其实发现呢 用药的人里面呢 只是有五分之一的病人 服药呢 是达到这个水平 好少哦 其实很多时候呢 用着药呢 这个是美国另外一个研究 嗯 那就发现呢 五分之一呢 是能够 就是令到血压呢 是低过140 over 90 不是120 over 80 那就是中度 中度控制 那另外一个欧洲的研究呢 是五个国家 包括了一万二千的病人呢 那发现呢 只是呢 三分之一呢 是达到他医生所要求的那个 那个标准 是达到他的 那就是说呢 是三分之一 好了 那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那些药物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濫用都很厉害啦 是 那还有呢 那很多时候呢 他那个 就是啊 是 没有这样的必要 就是 你有很多其他的工具 你不需要用那些 那么多的药物 好了 那又另外一个研究 他发现呢 五十岁以上的人呢 服饰这些药物呢 大概呢 是 啊 停药之后下 停药之后到 停药之后呢 在一年里面呢 那个那个血压呢 都维持到正常的 那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呢 很多的病人呢 一被医生处了方式呢 他们通常就一路这样吃 一路这样吃 都不会停的 是吧 而这个研究发现呢 其实呢 很多人呢 停药之后呢 一半呢 都可以维持回他的正常的血压 那 那很可能呢 根本呢 他从头开始都不需要用药物 对吧 因为要控制 控制那个血压呢 其实那个效果是 是很欠缺的 这样的 好了 那还有呢 如果你是有糖尿啦 或者是有那个 酵喘的时候呢 那你要更加 更加要小心 那这样的 那因为呢 那很多时候呢 那医生一和你一娘 说你有血压高 那那就 就不假思索 立刻呢 就帮你开药 就开药的 那 那导致血压的因素 其实都很多的 那但是呢 很可惜啦 那大部分医生呢 在那个治疗那方面的 那个能力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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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的 那 那 药物的 其实那个问题呢 是 其实呢 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那 好了 那 那 刚才你问了 那药物的副作用是怎么样呢 那 先说一说呢 我们控制 那个 高血压的药物呢 其实可以说是 四大类啦 那 最早期呢 就用那个 去水丸啦 大家都听过的啦 那 跟着呢 就用我们叫做 B Beta受体的 阻济剂啦 叫Beta Blocker 那 那 跟着再新一点呢 就有一种叫做 Ace Inhibitor 就是血管扩张素 转换煤的抑制剂 Ace Inhibitor 那 最后最新呢 就有一种叫做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那 也都叫做 概通道的阻滞剂 那 就是有四大类的 这方面的 那 那 那 副作用方面呢 是非常之多啦 简单来说呢 可以说呢 吃 那些血压药 比如Beta Blocker 或者 那些 那些 去水源 那 那常见的血压的问题呢 就会情绪低落的 是 或者呢 就是性无能的 或者性功能受障碍的 嗯 包括呢 那个 那个 那个胃口 没有了胃口啦 作满呢 和很疲累的 那么也都知道了 有些人呢 血压高呢 稍为高的人呢 是反而精力充沛一点的 就是血压崩到行的嘛 对不对 是 那么突然之间将血压呢 血压呢 就只减到低 血液循环减到低的时候呢 那人呢 就比较上呢 很容易呢 比较疲累一些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很多时候 啊 服食这些血压药呢 那血压呢 会导致呢 我们那个 那个血压呢 是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就是最容易看到呢 就是那些人呢 是很快这样的 坐在那儿 坐下 突然之间一隔起来 起床呢 那么就立刻均匀了的 那么 跟此呢 还跌跌掉了 那么 这些老人家 你经常都见到的 老人家会突然之间 就会 走走路 或者不小心会跌跌到的 那接着呢 就是跌断那个宽关节啦 很多时候这些老人家都是在吃这些钢血压药 这些钢血压药会令到这些血压突然之间罩降 于是暈倒 然后就跌倒 你知道了 宽关节断了之后入院那些老人家 很多时候进去就不会再出来 然后就有很多治疗之后的后遗症 那个血失这个问题 导致很多致命性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叫做去水丸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是医生第一线的药 他处理这个高血压第一线就用于血水丸 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有 但是这些去水丸 就会导致我们的糖尿病的增加机会 是增加多少呢 增加11倍那么多 哇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老人家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糖尿病 用西医的那条路 其实他越医就越多病 是啊 你看到 是不是 好像大耳窿那样 是啊 哈哈 舌舌舌 一路一路一路加上去 那你想想 高血压老人家很多时候都会有少少 我刚才都跟他说 其实不应该一开始就用那个药物 一开始就应该用其他的饮食方法 運动方法 先行处理 如果不是呢 最简单是去水丸 第一线的用药 竟然是会增加糖尿 糖尿 糖尿本身已经够惨了 还要增加11倍 是啊 糖尿病是很严重的 很生 是啊 你切脚或者眼睛有问题 你增加病发11倍是很 是啊 我都跟大家分享过资料 这是很久之前的资料 糖尿病的病人在17年之内 不论你西医如何帮你医也好 你结果也要是眼盲 要是腎衰竭 要是切脂 要是切脂 很多时候有人问我 我正在吃药了 糖尿病的指数 指标好像是控制了 其实这个下面的病是没有什么阻挡 就是继续在坏 那我刚才这个资料是英国医学习主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4年 那里公布出来 但其实我其实不清楚 那他开药的时候 有没有跟病人说 就是有机会的副作用是糖尿病 不会的 我相信如果你的病人 逢使用到去水远 都用到这个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4年那个报告 没有人吃 没有人吃 那去水运的医是最安全的 你记住一下 为什么第一线呢 因为用的时间很久 一般都被誉为最安全的药 那结果呢 就是会增加你的糖尿病十一倍的时候 最安全的十一倍 我相信如果那些病人 真的知道真相 如果任何人知道现时医疗的真相 他一定会要求 起码我们的香港政府 特首呢 快快快快快 就要将医疗的市场 就要开始要开放 有多些选择 多些自由选择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他不会说会有十一倍 但是会不会轻轻说 有负重 可能引致糖尿病 都会的 但是他就说中风更危险 陈衰竭更差 他会用这些地方来吓你 那些人就说中风 有些人一听到中风 就要是死 要是终身伤残 不走得路 走不了路 做拐掌 坐轮椅 有些人等这些东西 当然了 糖尿病都是伤残 都不是死的 不是立刻死的 除了心臟病 即死之外 其实糖尿病都是伤残的 都是有盲盲 都是有盲盲 糖尿病 是啊 是啊 折磨得很惨很惨的 糖尿病的病人 那种痛苦 直接要死 我见到很多西医 叫糖尿病的婆婆 不要吃那么多饭 不要吃餐果 不要吃这些 不要吃那些 其实基本上如果这样 还要是长期服药 这样的饮食 接着最后又会截肢 其实这样也会过得很坎坷 那十几年 是啊 如果大家知道真相 都应该知道怎么做 是 很可惜 大部分人 尤其包括所谓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所谓的常理common sense 是更加少的 我遇过很多很多时候 你反而这些所谓受过高深教育的人 反而他们更坎坏 有一种说法 如果你脑袋不是塞这么多 一些无谓的垃圾 那些东西 他腾空空位出来 他折瘦身事物 你折瘦身事物的能力 更强 所谓饱毒私输 更加坎坏 很可惜 这是我们遇到的事实 也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之处 是 是 其实我们教育最主要的目的 是製造所谓human resources 是吧 就是人的资源 就是一种工具 一个生产工具 还有最重要是 令到我们一般人 要蛮从权威 蛮从政府的权威 专业人士 迷信 迷信专业 所谓迷信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教育最失败的地方 很多时候在美国已经有很多教育家都揭露出来 其实整个教育制度都是制造一些麻木 就是不懂得想法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有些没有读过书的人 更加有真正的智慧 读得多书的人就更多问题 你知道香港很多很成功的商人 其实他们的学力很低 也有一种说法 香港有些 有人说笑地说是真的说 香港很多的明星 其实通常都是没有读过书的 所以要做出名的成功明星 最重要是学力不要高 这个可能他没有学力 可能要做其他东西 要做得更加努力 除了我们刚才所谓的去水源 另外一类都比较常用的第二线的治疗 我们叫做Beta受体阻济剂 BetaBlocker 这样 通常第一线用去水源 跟着还没碰到的时候 就加上BetaBlocker BetaBlocker就是Block什么呢? 是帮我们的腎上腺素 在我们的心脏和血管里面 是接受腎上腺素的接收体 就是减低约度 腎上腺素是刺激你的心脏加速 和血管收窄的 因为腎上腺素是让你打斗逃跑 是更加状态 但是你跟着血压要迫高它 那这些腎上腺素 就会令到我们的心脏和血管里面 这些我们叫做受体 阻止它 那变成你的心脏不会加加 即是不会崩得太多 太大力 那血管也就不会收缩 那这种这样的工具 那好了 那这药当然会令到我们的血 输出量是会和我们的心脏和血量减低 那也都会影响我们的神的功能 那令到我们去我们脑的血液 血压也都受影响 那也都改了我们神经系统 对血压的调整那种敏感度 那根本就是禁止它 那身体根本就不太懂得 不太懂得应付的 那有其他的副作用 那包括 云 血压低 低血糖 低血糖 慢慢地变成糖尿 那个胃口 没了胃口 作门 性无能 还有性功能的障碍 人的温温等等 疲累 和情绪低落 好了 那长语来说 这些这样的beta blocker 这些降血压药 那也都会导致肾和肝的受损 那也都有一种叫做 Rayna syndrome 就是我们手足的血管 手足的血管 是突然之间就不到 那整个手就变成冰冻 或者是坏死 那也都我们的精神上的改变 那譬如有时候会发暗梦多 幻觉多 还有你是失眠的 那也都发现有些时候 就这些这样的药 beta blocker 一种叫Atenol 是会导致很多老人家的癌症死亡 是 好了 那 有另外一个研究 发现就是 那个肾癌的风险 会增加两倍的 是 就是因为你吃这种药 你的肾癌的风险是增加两倍的 那也都发现 当然了 如果你是孕婦 在怀孕期间吃这些药 是会对那个婴儿的血液循环 是会有影响它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孕婦期间 千万不要吃任何的西药 好了 那也都发现 我们的beta blocker 会影响我们的记忆 某一类的记忆 很有趣的 那他在加州 U.C. Irvine 医学院 有做过研究 那两组人 一组人就吃一种叫做 Proponolol 那这种beta blocker 那另外一种 就吃那个安慰药 就是假药 就给他看那些幻灯片 幻灯片有两个story 那第一个故事 的幻灯片故事呢 就是说一个孩子 突然去探讨他爸爸的工作的地方 是 和他妈妈一起探讨他爸爸 那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呢 是要说一个小孩 突然之间被车撞到的 和呢 是伤得很厉害的 就是他去探爸爸的途中 那遇到这种意外 被一辆车撞到的 那两个版本的故事 那一个星期之后呢 那他就问回这些 接受研究的人呢 那两者呢 对第一个故事呢 都可以记忆得很清晰的 嗯 但是对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有创伤啊 令到你的情绪激昂 这个故事呢 食药那一组的人呢 那个说到的能力呢 是弱的 那就是说呢 他感受人家的感受低了 没错了 死火了 这种的药物 这种药物呢 就是可以这么说呢 你是差不多是 情感麻木了 就是和你生没有了 那就是阻碍和人沟通 这种药物呢 是了 是了 那所以你看到 好了 那Britol Mire Squid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药厂 那它制造了一种药呢 是叫做Sordlor 或者Sordicoid 那这种药 那它也有个标签呢 就说明呢 这种药呢 是会有些人 如果心脏衰弱的人呢 就会令到你突然之间 心脏衰竭的 嗯 就是突然之间 心脏衰竭的 我亦都听过 很多这些人 喜欢吃这些不同的药呢 就是好地地的 就是我记得我自己 我有个uncle也是 那有一次呢 他就 我有个表妹 外国回来 他就请他出去吃饭 喝茶 那好地地的 那但一个星期之后呢 他就说进了医院了 那接着没多久呢 就死了 那其实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血压药呢 很多时候呢 会突然之间呢 是引发你的心脏突然衰竭的 就是突然之间没有了 心脏衰竭衰竭了 是的 那其实呢 就是这些药的副作用 那当然呢 在我的uncle 那就是我爸爸的弟弟 其实他走西药那条路的 那他就不是很长命的了 那就是这样死了的 那其实就是这些很多时候的副作用 那所以如果大家是用着 因为血压药真的太多人用 那大家真的小心点去上网看一下 你吃着药呢 有些什么的副作用 drugs.com 或者你就这样在Google里面 把你的药物打下去呢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那我们刚才就可以看到了 那还有一个这种药的呢 就会导致有一种的症状呢 你的心脏突然之间跳得很快的 超过一分钟一百一百次 那也都是 但是不是降血压吗 它是降血弹的作用呢 就是突然之间令你的心脏 是无端端是快速度跳 就是跳了一分钟一百下这样跳 哦 那也都是如果糖尿病的人呢 要小心啦 因为它掩盖了糖尿病的真正那些 那些讯息 病症 那到底你到底你 可能控制得不太好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如果他有血管 就是肢气管收缩 就是有些 哮喘那些症状呢 其实也都要小心 好了 那他们呢 也都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 在 在 New Orleans 有个 Oshner Clinic 很出名的 诊所 他分析了十个研究 十个Trial 那比较呢 就我们叫做Beta Blocker 和那个Diuretic 那个就是那个去水丸 和那个B瘦体阻滞剂 这两种 他说如果发现老人家呢 如果是 在吃Beta Blocker 这种老人家呢 他们会突发性的心脏病 是高的 是高一点的 那 发现呢 这种这样的药 就是这个第二线 这种Beta Blocker 他的疗效呢 也不见得是特别高的 他发现呢 他就 2000个病人里面 他们那个 用这个Beta Blocker 控制到的能力呢 是少过三分之一的 OK 反而用去水丸的那些呢 是有三分之二的 血压是控制得到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反而我们早一代 就是先一代那些 这样的去水丸呢 旧一些的药 那个效果呢 是更好过第二代的 那你会问 就是为什么 就是 为什么会好的旧药 不用 就是要用新药 没有了专利 没有了专利 猜到了 是的 那不单止是这样 那接着下来 有很多很多其他 那些新的药 那譬如另外一组药 叫做Ace Inhibitor 那也是新的药 那就是血管抗张素 转换煤的抑制剂 就是Ace Inhibitor 英文叫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那这种呢 也都是慢慢取代了 都为第一线的了 那就是原因 还和你解释呢 都是觉得 也是没有了专利 就是个专利慢慢没有了 很多很多 那就新药都来了 那发现呢 这种这样的Ace Inhibitor 它增加那个 那个心脏病 突发死呢 是更高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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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Skandy 是在新英良医学习记 199年 那他就是看那些 那个病人用Ace Inhibitor 一个叫做Analapro 这种药 他说呢 是很多时候呢 在24小时服用之内呢 是出现心脏病发作的 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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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立刻减了这些药之后呢 这个问题呢 就立刻减少了的 那好了 那现在看到呢 其实新的药呢 是越来越多副作用呢 比以前更多 那另外有一个呢 就是比较呢 服用美 Megnesium 就比较这个新的药呢 比较呢 那他发现呢 用美的那个功效呢 比较是 低 就是低 反而用他那种新的药呢 比较高 那但是呢 也有很多科学家呢 是质疑这个 这个研究的那个 那个 那个可信性 因为他背后有很多 很多很多破绽的 嗯 那也都有些 啊 比如说 针针针杂志 那 那 那 另外一只药呢 叫做 叫做 Ace Inhibitor 这些新药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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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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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丹麦医院里,突然吃了这些药 医院里给他吃了这些药,因为心脏病 吃了之后,血压低低低到脑部永久性受损 导致脑部受损,然后视力受伤了 有时候,血压不可以突然降低 因为眼睛也需要血液供应 你脑需要血液供应,你眼睛需要血液供应 如果这些药的副作用是突然之间血液不够 眼视力就会受到永久性的破坏 也会导致我们的神的衰竭 神都一样,需要很多这方面的血液供应 你不可能突然之间减低它 但在第三周的孕妇 如果他们吃这些药,会导致婴儿死亡 你知道,孕妇有时候,在怀孕期间 出现任神性的高血压 除了用血液供应,很多时候都会用这些新药 其实新药的副作用是非常之多的 包括面肿、神衰竭、白血球低降 血的甲是異常地高升 作门、肚射、肌肉皮软弱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心脏不规则 你想想,这些是心脏病的 来处理这些血压的药 竟然导致我们心脏不规则 各位听众,听了今集的资讯之后 了解了很多关于高血压药的副作用 其实几乎以我记录下的NOTX 心肝脾肺腎都会影响到 性功能和心理上的问题 这个同理心减低 对我们生活会构成很大的影响 大家有服用这种药物的听众 很值得深入自己探讨一下 另外,我想自然方法 有没有办法使用什么食品 天然的疗法可以改善 我想袁医生将来可以和我们介绍 各位听众,关于今集的内容 如果有什么要发表的 欢迎随时去到我们圆网台的讨论区 好了,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再和大家聊,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